我們再跟大家介紹這個轉盤的部分 這個是雲端服務 那麼剛剛同學有體驗過了 對不對 直接抽門 當然它不是只能文字 它也可以用圖片 也可以用圖片 蠻好玩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我們像這樣 把同學的名單你可以直接貼進來 也可以放在雲端上 直接來讀取都可以 那我們先看一下 如果你覺得這樣的排序 我老師在第一個被抽到 有沒有 你可以打亂一下 有沒有 隨機一下 不然老師排在某人後面 常常會被抽到 這樣不公平 好 你就可以用這樣 那它的分類其實就是排序 只是目前它支援的排序就是英文或數字 所以如果你用中文 它大概就不會有太大差別 那比如說我加一個01 加一個02 加一個03 好 這個時候我隨機打亂的 按下分類 有沒有回來了 好 這樣就可以 那如果你用圖片可不可以 可以啊 當然可以囉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我來找圖片 比如說我們剛剛有下載了同學的圖片對不對 那你可以一次一張兩張 你可以一次選起來 然後就一次進來 好 這樣會比較快 好 放進來 有沒有 我們有去背就是有這個好處 變成選項之一 可以嗎 你沒有去背就是四四角角的這樣而已 對不對 你看下面 有沒有 這個 跟老師 合照 對不對 免疫 OK 不會被抽到這樣 所以你看 有沒有字就自動上去了 這樣就看到了 好 OK 好 那因為我們人比較多嘛 所以選項就比較少 這是第一個 你的選項的部分可以做一些調整 再來我們看上面這裡 來 你看 它有一個設定的 如果你覺得剛剛這種音樂 這樣一下 你看你們可以做的話 有同學 有同學 如果我去哪裡到 那有多久 我覺得這樣子 比較輕鬆一點 所以不同的班學會選 組不一樣的音樂 那當然你可以有其他的 對不對 好 你可以選擇 那你要快快轉還慢慢轉都可以 然後呢 要不要允許重複 原則當然我們就是抽過 盡量就不重複啦 所以這邊有都不要 那你要轉多久 你都可以設定 那播放結束的時候 剛剛我們是不是都只是拍拍手 如果你覺得要把這個同學唸出來 比較有FU的 你可以請他幫你唸出來 要試看看嗎 好齁 待會兒那位同學 你自己要承認齁 來 顏色 顏色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顏色 它有很多內建的顏色 你可以選 有沒有 不同的主題 你可以自己挑 那你也可以改 這個每一個都可以改 好 那再來就是 你沒有覺得我很有誠意嗎 總監放學校的logo 因為它除了自訂的 就是你可以自己傳 也可以用什麼 就是它裡面原本的 而且那個大小 你可以自己調整 如果你覺得logo要大一點 我就把它變L 好 確認 要不要比較大一點 顏色也變了 來吧 那我們就請那位同學 高興的唸出來囉 我來看看是哪位同學 羅建倫 這樣有聽到啦 羅同學在哪裡 羅同學 舉個手讓大家認識一下嘛 沒有來嗎 還是你不好意思 難得了 真的沒有來 那太厲害了 而且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剛剛抽出來的結果 有沒有放在右手邊 對不對 老師可以不記得 但是他幫我們記得就好 所以我可以知道 剛剛抽出哪幾個同學啦 好 那這個呢 你如果做好了 其實如果你可以的話 你可以跟你的google帳號 或推特 或者是這個 單純的email結合在一起 雖然我們剛剛那些設定 沒有很難對不對 隨便弄一弄也是很快 可是呢 如果你覺得 我想把它儲存下來 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隨時的 有需要就把它打開 這樣有沒有看到 我老師用很多 可以啦齁 所以上課用這樣大家比較不會睡著嘛 事實上這個 疫情期間也有不少人在用 用在哪裡 比如說尾牙抽獎啊 這樣也可以啊 那如果你做好了 這裡有個分享 你可以看一下 把它繼續 那麼 這邊有兩種選項 一個就是他們只有轉盤可以用 另外一個就像你們現在看到的一樣 也就是怎麼樣 你可以直接拿我的 變成你自己的副本 所以我這個地方呢 我就用第一種 給你看一下 好 產生網址的 我把它複製起來 那我打開給各位看 你就知道什麼叫做只有轉盤 有沒有發現旁邊沒有任何選項可以用 就只能玩而已 他就不能改 他就不能改 那這個Cookie的沒有什麼關係 這樣就OK了 這樣瞭解 簡單的小工具 但是可以增加一些生活樂趣 還蠻有意思的 好 給各位參考一下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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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